昨天下午來了一個季工 要他來找我的神奇故事 病人拿著這一張說是季工 叫他來找我們的 上面寫《中正路》一段392號 彰化線彰化室 他說這個是在譚子的季工第三個師傅 是一個國中畢業的 他寫了所有眼睛寬白 閉著眼睛毛筆字寫起來 嚴格來講這個毛筆字寫不錯 地址也沒有寫錯非常奇怪 然後這個季工就跟他說 這個醫師不會給你吃藥 我說怎麼可能不吃藥 病人的解讀就說來就是要做試管的醫師 季工又說 這個醫師曾經讓57歲的試管嬰兒成功懷孕 61歲的試管嬰兒正在做試管嬰兒 很厲害 那我不清楚這個季工怎麼知道這些消息的 難不成季工會上網 搜尋博恩婦產科的網站 那因為是季工要他來找我們 所以來就直接做試管嬰兒 他是在壇子他說那個是沒有我們 就是私人的房子的一個季工 他是有五個師父 叫他來找我們的是第三個師父 這是博恩婦產科發生的一個很神奇的 那因為這個是季工的登醫師基統當機寫的 所以我把這裡拍給大家看 非常神奇 竟然季工也會GPS還是Google Map可以找到 而且地址還沒寫錯才奇怪 而且病人機構沒有告訴他博恩婦產科 是病人用Google地圖去找 中正路一段三百九十二號不就是博恩婦產科就來了 昨天禮拜六校來直接做試管嬰兒的一個張小姐 謝謝